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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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回合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遇到的一些压力源 当然各种不同的压力进来的状况不一样 可是当压力进来以后 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有效的排除 其实在课程经理过程中 会教大家两种不同的操作方法 可以当你学会这样的操作方法 它可以协助你做有效的 可以把你的压力做释放 当你压力释放下来以后 自然而然轻松感会提高 轻松感提高了 自然而然你可能在相处 做事情的效率也会变高 所以它会有两种操作的方法 那这个结合是呼吸 以及结合是脑神经跟心理学的一些应用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理论基础 而且还有操作的方法 当我们学会了以后 自己除了会运用之外 甚至你有机会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 因为自己睡不好 通常可能身边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朋友 会有这样的需求 你可以做分享的 当你可以做分享的时候 别人也可以受惠 所以它其实有双方的效益 好的心情跟好的情绪 其实都是我们希望想要的 也希望常常可以保持 而且是维系的 可是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用一些好的心情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察觉到 原来平常我们在工作啊 生活啊 家庭的不同面向的时候 我们习惯使用的情绪是哪几个 所以其实在课程的某一个环节里面 会让大家可以做自我察觉 知道你其实平常在工作生活家庭 你习惯使用的情绪是哪几个 再加上我们透过肢体的动作 来引导出我们的情绪 来帮助你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些 其实你想要有的一些情绪 在工作生活家庭层面上 所以当我们有方法 它就像是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是 你以后只要有需要 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情境 只要有需要 建立一个开关 你只要启动这个开关 就可以帮你想要的情绪 可以把它拉起来 当拉起来以后 你的自主性会提高 自主性提高以后 你就可以常常加入很多很多 你想要的好的情绪 在工作生活家庭的面向里面 那我们自主性变高了 自然让我们清晰度 或者是轻松程度也会变高了 其实我们这些事情 为什么还会影响我们 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它都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那那些既定印象 当你常常被唤醒的时候 就会让你常常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其实在我们讲心理学 以及脑神经学的一些运用上面的话 它其实是 我们可以只要把它做拆解 或取个例子 我们的记忆通常都会有画面 会有声音 会有感受 这会组成我们整个记忆 可是其实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本身的能力 想象的能力 跟我们大脑对于一些 愿景规划的能力 其实可以帮助你把画面 声音跟感受 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微调跟调整 当想找微调调整 就像我们自己是一个导演 当我们做一下小小的一个调整以后 你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看起来的感受不一样 你的感觉不一样了 其实你的心情的转变就会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操作性的方法 而且很有结构性的方法 当你可以这样子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不然发现 久而久之 很多一些影响自己的困扰的事情 就可以去排除 只要一排除掉了以后 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变好 自然可能工作 它会不然在你每个面向 想要使用的状态也会变高 所以这是有一些 系统性的方法来运用 还蛮有效果的 而且还蛮 全世界都在使用的 哈喽 刚刚我们听了很多 其实在听了那么多以后 其实都还少拿来自己拿来用 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 可以一起来参与课程的学习 只要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 你投入的越多 我们讨论的越多 你演练的越多 我发现 你这些学习效果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还推荐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可以在课长上面 可以一起互相激荡 互相学习 欢迎大家 感谢观看